部分高雄市议员重提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高雄市长陈菊也表示赞同 一项支持陈水扁的前副总统吕秀莲 提醒蔡英文总统 如果觉得民进党自己人可以委屈一点 只想讨好别人 很多选民会不高兴 蔡英文总统他可能认为说 民进党自己人委屈一点 如果你只是要去讨好别人的话 当然很多选民会很不高兴 而吕秀莲日前有意出访泰国 泰国政府却未发签证 这也是去年5月以来 他第二次被拒绝入境泰国 吕秀莲上午到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发表演说 面对媒体询问 连骂两次泰国是不入流的国家 泰听中国的话 这个不入流的国家 我以前都不愿意这样讲 哪有做事是这个方式 泰听中国的 可是我们的台商在泰国给他们贡献这么多 那么多泰劳来台湾 对不对 我们互惠 那你没有正当的理由 也不是用很明确的手段 因为基于什么你不来 就给你拖拖拖 所以我说就不入流 我真的很不客气 吕秀莲说政府真的要推新南向政策 必须先确保国人履行的自由 安全及尊严 因为很多南向政策是要钱不是要人 如果没有优先做到这些 就不够完善 记者孙时平在台中市报道 我可能会在台湾里的 马上 回来 但是我为什么要捏